马里说好了暑假的时候 带我去世界全国各地美食 啊 然后呢 现在怎么去啊 幸福都有先见之明 美食公团的头都给你准备好了 就从各地的凉粉开始 这是你的暑假作业 人家对待啊 凉粉 那就从豌豆凉粉 大概分两种吧 我们最常吃的 就是用豌豆淀粉 做的透明凉粉 一次偶然发现 有个地方 居然把凉粉做成了蝌蚪 啊 蝌蚪 其实人家叫粉鱼 把霍好的豌豆淀粉水 缓慢的浇入烧开的糖水里 快速搅拌 变成均匀的透明状就好了 然后需要一个每家都有的壁子 趁热浇到冰水里 最可以上演小可兜 找妈妈的桥段了 准备一些冰粉的配料 冰好的粉鱼捞出来 这小身段还蛮可爱的 虽然凉粉拌掉汁 加油泼辣子才是正道 但是我家那小子 还是喜欢甜口的这套组合 还得要多多的红糖浆 不得不说 我觉得这是四川火锅店的 不味甜品 凉粉鱼 我这算给你姐 锁了第一个地狱了啊 我得先品尝一下再说 嗯 这小蝌蝌还挺好吃 地狱要锁你过关 下一个是啥 下一个还是豌豆 豌豆凉粉还有一种 是用豌豆面粉 哇 单子一打开 就有浓浓的豆香了 用200克豌豆面兑一升水 其实目的也是要沉淀住淀粉 但是豌豆面的粗测颗粒 还是要过滤掉 再次小灰云 静止到分层 上层水倒掉 只要消去沉淀的这层浆 再烧一升水 放盐就是咸口 哇 一半浇到银水里 那放腾就是填口了 好香凉粉的做法都差不多啊 都是淀粉活 就要烧开个水里 不甜的搅拌到顺滑 就可以入魔了 自然静止一会儿 也就冷却凝固了 这应该算是云南人必吃的 传统小吃 豌豆黄凉粉了 咸口的 用蒜泥黄瓜 一壶辣子 凉拌 那不出门 也能吃到云南特色的黄凉粉了 这比豌豆淀粉 多了豆香味 那甜口的这个直接吃 或者 干个豆粉或白糖吃 不就是老北京的小吃之一 豌豆黄了吗 又解锁两个地方啊 这是这个啊 这个哪个是 哎 我吃 这有哪个小吃啊 还挺好吃的 是上海吗 哎 对了 这不算 这给我补个上海的啊 上海的凉粉